你认为货币会不会下台? 那是一个很棒的资源 更多货币 什么糟糕的 拜登会不会下台? 拜登会不会下台? 美国总统是四年一任 除非出现他的身体健康问题 他没有脚痛 不过人家说他有些认知能力有问题 所以刚才也说了 跟那些人聊聊一下 面对记者的时候 突然说粗口骂记者 那不是一次的 之前一次 没多久之前已经骂过一次记者 骂完就要道歉 今次又要道歉 都显示了 你可以说EQ低也可以 因为人家问你问题 不用骂 说他认知能力低也可以 因为自己没关上咪都不记得 那真的有些问题 那会不会下台? 除非身体有问题 如果呢 就应该不会下台 就算快极 至少在中期选举之后 如果共和党能够 在参众两院拿得比较多席位 现在据美国方面的分析 就是共和党方面 特别在特朗普后面发工之下 就计划 如一旦中期选举取得优势 所以就会开始 教拜登 怎麽搞呢? 彈劾 怎麽彈劾呢? 从他儿子那里出手 在儿子那里出现一些问题 特别是跟中国 在乌克兰那里有些问题 之前跟中国有生意 这些从他儿子那方面 就动手了对付拜登 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中期选举之后 所以短期内 就应该 除非身体有问题 如果不是 就没有下台的问题 就算是坦克 很多时候都下不了台 因为你过了 过了众议院 都过不了参议院 门纜比较高的参议院 要三分二通过才行 很难过得到 所以就下台的机会是极小的 不过美股 就向下机会是大的 所以就小心一点 因为很多专家 都现在都提了 其实我今个星期 在iMoney的编辑说 都说了情况 有兴趣 可以买本iMoney看看 究竟美股是怎样的情况 一般都相信 继续走向下可能性是大的 除非联储局又出手 刚才说了 所谓的联储局的认股期权 又再扔出来 又见到美股跌 立即脚远 又应该转回甲 若不是很快地转回甲 估计美股继续会跌 而一般相信 我也是这样相信 美股可能要再跌多一点 这次可能才会 这次不同 可能要再跌多一点 才可能令到联储局出手 如今这样的跌势 应该不足以令联储局 是对因美股跌势 转变它的利率政策 或者货币政策 所以短期内 美股是有点麻烦